今天上到底怎么观察呢 问你电话连线 请教的是分析师陈家伟 家伟好 陈外好 全国投资分析大家好 家伟我们之前的连线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你由原本的非常乐观态度 其实是转趋保守 尤其我记得前天我还特别问你 当时包括了香港的动乱 还有中美的协商出现杂音 我那时候就问你说 外部的因素到底要不要担心呢 你那时候说影响台股 其实外部的因素不需要担心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内部的因素 你说包括了主力大户 有可能筹码会出现松动 包括昨天你没有连线 但是外资在前一天转为卖超 昨天整个台股的气氛 真的是有一点点悲观 甚至是保守的 今天台股的反弹 外资其实又回头大买了 所以现在投资人 到底是要保守还是乐观呢 你现在到底是偏多 还是偏空来解读 我昨天翻多进场大买 你翻多了 对啊 昨天我翻多进场大买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 我相信昨天大家都在关注 那个香港的问题 对 那个香港大学 就是宣布学期结束 然后开始各国都在那边 测学生 好可怕 对不对 准备要镇压了 好 那我之前我也讲过 外部因素对台北股市影响不大 台北股市影响的内部因素 是所有的季报 通通公布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昨天昨天 在市场上的气氛已经很偏空了 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关注香港问题 可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香港昨天跌200多点很多吗 很少哦 很少吗 很少啊 是没有之前的跌点重啦 以前随便跌八九百一千点 如果真的有恐慌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哦 他昨天 而且昨天在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新闻最大的时候 连我们台湾都一直爆 而且是即时新闻哦 你去看那个香港 香港没有跌 第一个 第二个台股反而在昨天十二点往上拉 往上拉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香港的因素已经差不多结束 我有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一次 就是说 现在市场上 应该说社会上 社会上很多的人在关注香港的问题 不管是你是观察 关注的是人权问题还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各有立场 这个我们不去评断 但是你如果你是在做股票的 做金融的 你要关注的点是香港的金融秩序会不会稳定 是香港的金融秩序会不会稳定 而不是什么学生的人权在哪里 什么警察 有没有很恶劣 不是这样子哦 不是这样子哦 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好大家动乱 然后把香港的经济体摧毁了 那我跟你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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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一爆 台股台股一定会受影响 可是你看像昨天那种紧急情况 一副好像是要冲进去镇压了 对不对 你如果你站在人权的立场 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台生都回来了耶 对但是你站在金融的立场 它稳定了金融之后 那个对于股票市场来讲是地图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股市会拉抬的原因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做这种金融的 有时候在看事情 你不能太用感性的角度去看 要用理性的角度去看 那我们在观察股票市场也是这样子哦 那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蛤 你不是说夺命回马腔 对啊 一咪咪你就给我翻多 你会不会太夸张 各位 我从11月5号跟你讲夺命回马腔 好 加权指数不多啦 加权指数只有回到月线 可是各位你们去看一下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回很多耶 贵买指数从11月5号 那个几乎最高点 一口气上秀下来 到了昨天 已经快要回撤季线了 那投资朋友 你觉得一波回撤季线 在整个大多头行情里面 我必须要特别讲 这是大多头行情 大多头行情 一波从五日线之上回撤到季线 还不够吗 难不成要回撤半年线 还是回撤年线 甚至回撤十年线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它的趋势的改变 它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所以它下来之后呢 当你观察到很多很多的情形 那包含像昨天的三千斤之争 你在一个空头行情里面 怎么可能会有三千斤之争 不可能 再往前推一点 前一天的国具跳空掌停 多头行情 你画梦才有人要听 你多头行情 我们那天在讲国具的时候 跳空掌停 你多头行情 如果现在是空头行情 你跟人家讲说 我跟人家讲 国具明天切 就明年切入这个高阶车点 我跟人家开高走低 可能说你没比收最低 拉起来一定出货 空头行情 你讲梦没有人要听 所以就是说 当股票回到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 昨天很多的股票 你已经看得到 就是说虽然昨天 其实昨天的市场上悲观 是因为跌17点 但是你会看到那个 上涨的股票 大概只有700多档 下跌的股票高达了 一千档 还是一千亿多 所以很多股票 大多股票都跌 但是你如果你昨天 从这个跌幅排行榜 排回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从跌幅排行榜排回来 没有几档之名的股票 前几天上个礼拜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低幅排行榜 都是一堆市场热门股 可是昨天 已经没有什么市场热门股跌了 代表这个盘 它就是要上下 所以你看 昨天开始进行买股票 今天很明显的 到今天早上 我都看到一堆的网友 在那边大喊说 今天是礼拜五是空军日 今天是空军日 今天一开盘 大涨什么的 股票市场会说话 股票市场会说话 所以说在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闪过了一个多头的回马枪 你就要知道 就是说你要开始 这个盘还是多头 不要因为跌个几天之后 你自己心里已经把它催眠成空头 因为不要说你们 很多的人包含 我们工作的内部人 就是就跟随我的那些 都会打电话 问说这个盘是不是转空了 我说奇怪 我不是再三强调 这不是空头吗 怎么会开始 一堆人觉得 这转空 其实最后 都是因为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外部环境就是受到一些消息面 所以这些消息面 其实我再说一次 他们不会去影响台股 他们不会去影响台股 他们在台北股市的一个 整个季报公布完之后 我就讲了嘛 该涨的股票都涨了 该反应的都反应了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做梦的股票 不过家伟 那我想要问你 既然你对目前大盘的一个表现 又再度的翻多 那你对鸿海的一个态度 有没有翻多呢 因为这个鸿海 其实外资还是在持续的大买 昨天还是买超过4万张 而且现在外资的这个目标价 已经是喊到120块钱了 这个目标价到底是梦一场还是 可能会达正呢 不看 你还是不看 不看 真的不看 因为我还记得 几年前那个麦格里喊200 是吗 我刚才讲到外资讲的话 真的听听就好了 真的听听就好了 真的 你看他买4万多张也买不上去 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每天供应筹码给这些外资买 小心啊 真的小心啊 我之前跟各位讲说国具鸿海这种股票 它也会有一根黑棒 如果要我去改变我的看法 你先来一根黑棒 一根长黑棒给我看再说 你看像国具那一天是不是 你看国具的股性就是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在11月11号的时候 先给你来一根黑棒 大家晕倒 隔天停牌 再隔天跳空涨停 对不对 那很多人一定一万九千零八十二张 就说很多人一定砍在11月11号 后来就跳出去 所以这就是甩轿啦 所以你说红海你要我看好它 先来一根黑棒 我瞧一瞧 但是其他的红海集团的网通股 昨天有表现还不错 对不对 那今天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那至于说 就是说 现在要选股票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 对我知道 曾伟你早上就在逼问我 我说 对啊 那你说你翻多了 那到底要买哪一些 其实今天有一些呢 这个单兵作战非常强势的 我们整理出来一张这个字卡 它的基本面出来 其实没有很好 而且甚至可以说非常差 最差的是什么呢 2448的这个经电 它呢第三季出来 EPS负的0.79 连四季亏损了 而且它的赤字幅度 甚至比第二季 还要增加了超过五成 不过外资昨天呢 却是大买了超过1.4万张 它的基本面这么不好 那为什么会要买呢 它看好的是明年 包括了抢进的 有可能是抢进 苹果mini LED的题材吗 另外还有包括了 可乘它的法说会 其实呢 它前三季的这个EPS 是年减了62% 好 法说会呢 其实释出的是 最坏的状况过去了 未来要来迎战5G 你怎么来观察呢 没错啊 其实就是花一个梦啊 它就是今年的业绩在怎么差 它就是花一个梦嘛 就是明年 是mini LED吗 还是micro LED mini LED 好 不管 那个就是明年苹果的 那个面板可能用这个 各位还记得 以前iPhone5代的时候 炒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蓝宝石玻璃 各位还记得吗 后来那个东西完全没有实现 可是当年有一些什么 月峰啊 还有什么啊 涨翻天啊 那不是涨一倍啊 那涨三倍啊 涨三倍 所以你们仔细去观察这些股票 有没有基本面 没有 那一个梦给你 然后呢 这个梦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前提 就是建立在iPhone11卖的好的前提 你看哦 iPhoneXR iPhoneX Max 是不是卖的很差 后来全市场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iPhone11绝对卖的差 因为它是iPhone4G的末代机 一定卖不好 可是我怎么跟你们讲 我说iPhone是一定卖的好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都可以作证嘛 好 现在iPhone11真的卖的好之后 好 明年就开始花萌给你看 哦 我跟你讲哦 那个哦 iPhone哦 明年它会用什么哦 那哦 哎 股票就可以炒 题材再怎么插 没有 那个基本面材不插没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哦 到了第四季 现在你会发现 就是我 曾委我之前跟你讲的嘛 对 你业绩好的反正不会涨 你今年看到那个财报 好的不会涨 你说红海财报好不好 好啊 外资不是说它要复制那个什么 还是有涨的啦 今天那个世新KY就涨停啊 他是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 在一股票业绩好的股票里面 他就是凤毛麟角 所以我说现在 我为什么说现在难度难在这里 就是没有逻辑 你用基本面去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好 你用基本面好的塞一遍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有的涨有的跌 你用基本面插的塞一遍 怎么有的好 你用低机器的塞一遍 有的人用高机器的 就现在到了第四季 这个年底这一段 到明年的过年前 兵荒马乱 没有逻辑 所以没有逻辑要怎么做 就是第一个 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看到黑影要开枪 看到黑影要开枪哦 你开枪的意思是什么 开枪就是要进场啦 开枪是进场啦 就是要进场 你说看到黑影是指看到 利空啊 你就要进场 你就要进场 你看到黑影就开枪 但是你要颜色停损 你如果买不对 就马上就要走 因为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每年 每年 台湾有12个月 那个操作逻辑 你没有 不可能有一套那种操作方法 我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走一整年的 就是你在每年大概三月以后 三月以后到每年的十月 这个是业绩成长股 你就是业绩好的 题材好的 它就一直涨一直涨 一直涨一直涨 你看那四星KY就是 然后你看中间有再多的什么 川普啊 科官税什么 你看最后 当时大家讲的多可怕 最后证明的是什么 上市贵公司业绩好到爆 对不对 但是到了十月以后 现在没有人在跟你在乎 到底他第四季会不会赚钱 没有 全部在反映明年的题材 那明年的题材 他也不会现在就告诉你 所以每一只骨 这样这里动一下 那里动一下 这里动一下 那里动一下 谁知道他是掌声的掌声 我可以跟各位讲 主力自己都不知道 不要把主力想得这么神 不要把主力想得不这么神 主力不可能每一只骨 要他辽作执掌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你看到黑影就开枪 好你进去了 但是你要随时做好 提枪快跑的准备 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是烂波 还是他是弱级 你这样所以要做很短哦 那不是啊 你如果抓到了 你就再继续放 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各位讲 就是其实我以前 因为我以前不是很 就是很不喜欢一个讲法 什么啊 你如果站上哪里啊 如果他没有跌破哪里 你就持股虚报 你看我从来不跟各位讲 这种 因为我是追求卖在最高点 你知道吗 买在最低点 我一直都喜欢这样做股票 但是你现在就真没有办法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这只股票在涨 所以说你变成说 你还就真的就得靠 比如说 你要自己 自己给你自己一个 一个支撑压力 我如果股价跌破哪里 我就要买 那这个支撑压力 每个人自己设 也不要问我 因为 因为每一只股票也不一样 你要去看当时候的特性 所以 现在 真的你如果要逼问我股票 不好讲 真不好讲 我跟你讲 真的不好讲 你看那个股票真的很会甩 比如说1795的美食 你去看那个K棒 昨天是不是甩一根 甩一根回车 月线今天冲出去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 现在这做股票 真的是 你要看到眼影就开枪 但是你自己要 自己要 自己要抓好 做好随时提枪快保 但是至少你先避开 这一波贵买指数 从高档回车季线 夺命回马枪 其实基本上 你已经赢过市场上很多人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盘 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我本来想说这个盘 大概今天20点吧 然后就没想到一开高涨100点 我自己都觉得说 哦 怎么可以这么强 所以说接下来其实 一个说明为马枪之后 就是还是可以再持续再看看 只是说在选股方面来讲的话 会比较难 这一点倒是真的 有几个方向 就是说 今年业绩很好的股票 我会比较不打算去看它 因为就像今天 就像很多的股票 什么5G建制的股票 那个都在画明年的梦 有梦的股票 接下来会长得比较凶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家伟 在目前盘面上所做的观察